今天天气特别好,所以又要出门了 我比德国好天气太少了 所以碰到好天气必须出门 不然的话全都浪费了 一年好天气可以用指头数过来的 然后今天出门不是随便逛 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我要换我的头发的颜色 所以我今天要去买一个染发剂 然后自己在家里面染 今天买的染发剂不是普通的用的那种 就是在欧美比较流行的 就是那种短时间的染发剂 我之前用过那种就是一天的 只能维持一天然后一洗不掉了 今天打算买的时候可以维持两周的 今天天气特别好给大家看一下 终于找到了不容易啊 然后这个柜台上面全都是 我想买的是这种两周的 这种哇这个颜色好多呀 这种颜色的话就不太适合我的头发 颜色比较调深 我头发的颜色比较深 就不适合这种 我觉得这个红色的还比较适合一些 要染红色呢 觉得这个绿色也挺好看的 看一下 那么染成绿色吧 最后还是决定买这个 买这个红色吧 感觉这个颜色还蛮好看的 好 去拿它吧 结账去了 买好了 今天晚上就回家染一下 看看效果如何 我现在已经回到家了 连衣洗完了 我现在准备开始染头发 现在保护工作就好了 我今天特意穿了一个 顶子比较大的 这样不会弄到衣服上 然后现在把这个手套给它打开 我这手套蛮大的 哦 对了 一定要把那个 身上的首饰 包括耳环呀 香蕾呀 还有戒指啊什么的 最好都卸掉 啊 它配了两副手套 染头发的时候 头发一定要是干的 然后染之前要把头发竖顺 好 我们现在开始染吧 它这个就是只有一瓶 所以不用混合什么的 嗯 然后如果你一次没用完之后 也可以下一次接着用 不要超过12个月就可以了 这个用起来挺方便的 现在要挤硬币那么大的一块 嗯 它的质地还挺稀的 看 这种颜色的 好 我还准备了保鲜膜 还有塑料袋 这样子的话一会儿染完之后 把头发包起来 要再想染到这个位置 就这样均匀的涂上就好 饿 好恐怖 血腥饿 搓揉一下 关键是要把它涂得很均匀才行 然后把它稍微卷一下 因为让它不要跟其他干的头发混合在一起 然后把它放到左边的 就是很简单的这样子的操作 然后再挤那么多 重复同样的操作就可以了 嗯 我觉得就是其实染发器的原理挺简单的 你如果 嗯 希望它颜色染的就是彻底一些 你就涂得厚一点 如果你的 如果你想让它效果不是那么的明显 就是比较自然的那种颜色的话 你就给它涂得少一点就可以了 嗯 目前看的话 嗯 它是有红色 但是 确实像我说的 它只是那种 嗯 隐约的红色 因为我的发色是比较深 好 第二种就弄好了 那它再这样 嗯 左边拉 这样就不会混淆了 因为我想让它呈现那种渐变的效果 所以就下面多涂一点 然后上边少涂一点 从下往上越来越接近自己的发色 继续染 直接完成了三分之二了 我现在要拿一个大的垃圾打 把我的头包起来 虽然有些图办法看上去有点难看 但是真的很有用 每次上头发都这样子一包 然后就可以去干别的事情了 然后也不怕它掉下来 而且垃圾袋也很便宜嘛 所以很方便 我现在要敷个面膜 因为最近的脸实在太干了 刚才胳膊上那些染发肌全都被洗掉了 还挺方便的 我现在要打扫一下水池子 水池子太脏了 现在把那个护卸了 然后拿了一片面膜 打算敷一下面膜 因为刚好20分钟嘛 然后就敷了面膜之后就可以洗了 记得硬的那边要贴着自己的脸 因为它这个真的很薄 所以贴的时候要小心点 一不小心就拽烂了 好 现在让我等20分钟 然后就可以把面膜卸掉 然后就冲头发了 看看今天染的效果怎么样 现在差不多20分钟了 然后我打算把头发颤下来 然后给它洗一下 因为它就是短效的 所以不需要用胡发素什么的 刚洗完头发感觉照着光的话 颜色还挺红的 但是如果没有什么光 然后现在的话就看不太出来 而且它的问题是一直洗 然后那个水就一直都洗不干净 一直有那个红色的掉出来 然后就把我的毛巾 刚发毛巾都染成粉色了 这点我觉得挺糟糕的 因为湿的时候 头发颜色会显得比较湿 我先把它吹干 然后看一下会不会颜色比较明显 我的吹风机这儿有一个护色功能 所以我把这个打开 吹的时候 染过头发用这个挡吹比较好 因为我是卷发嘛 我就会把它这样拧着吹 这样子好像会保持 烫的那个头发的那种卷度 就当以后呢 我会按这个 这个地方的按钮 让它变成冷风 然后给它定型一下 感觉好像不是染的头发 是我自己本身的颜色 就是这是我自己本身的颜色 就是之前没有染 之前没有染的颜色是这样的 然后染完之后是这样的颜色 这个颜色我还挺喜欢的 如果随着你洗的次数的增多 它这个颜色就会洗掉了 大家看到我调染的这个层次了吧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所以我再总结一下我的使用感受 首先它就是 确实不适合深棕色 或者黑色的头发 因为我染完之后 感觉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 虽然说颜色发色确实 是发红一些的 但是大家可能 因为光线的问题 大家可能在心头里面看不出来 我的眼睛看它确实是 是这种 它确实是这种红色 但是没有太这么红 感觉好像是 不像是染过头发的样子 它也的确是出现 会有这种层次感 头发上会有这种层次感 洗完之后 头发会变得很亮 很柔顺 并没有伤头发的感觉 但是它的缺点是 就是它一直都冲不干净 所以我会有点担心 如果你穿浅色的衣服的话 可能会染到你的衣服 如果你想染出 它显示的这个颜色的话 准备你的头发是比较浅的 就是你要染到这种浅色上面 这种效果可能会比较明显 但是因为我觉得它可能 也就是维持了几次 随着你洗头发的次数增加 然后它颜色就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国内的小伙伴也可以去 还有微博找我们 好了 那今天的染发剂 使用感受的分享就到这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